我在这里要非常的正式的跟你们澄清一下 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 我买这个差不多是600多千马币 我几乎是亏了差不多200千马币 现在我就要来开箱给你们看 我订了50 pen new bra 只有一任男朋友让我觉得我会想要嫁给他 嗨 大家好 我是Gatita Yan 这一集呢 会是我回答Q&A的第一集 然后我现在会选个问题来回答你们的烦恼 我看到哦 真的有好多人问我关于零上进了 然后每个人的问题都是问 不可能和零上进恢复以前的关系了吗 好可惜哦 看到你都还是觉得你还是很爱零上进哦 你跟他还有没有机会 我在这里要非常的正式的跟你们澄清一下 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 我跟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的 你们看到我帮他庆祝生日啊还是什么样 其实就是纯粹我的朋友全部一般聚在一起 也顺便帮他庆祝生日罢了 没有到你们想象中我看到他还有爱啦什么 根本没有好吗 我是跟他断到非常干干净净的 OK 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只是朋友 而且我们大多数都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所以我们偶尔会出席在一些酒局啊聚会啊 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你问我关于零上进 跟我还没有可能啊 答案是 肯定没有可能 因为我是一个不吃回头草的人 而且我觉得啦 我值得拥有更好的叻 嘿嘿嘿 OK 好了 就关于上进的东西 我已经交代到清清楚楚了 看来你们都很为我的感情而操心 不要担心 我很享受我现在单身的生活 OK 所以现在我在选第二题 为什么你可以那么有自信 觉得他自己有点自卑 感觉什么事都做得不够好 我以前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自信的人 我也曾经在我16、17岁的时候叻 被一个男生说 我有一位印度人的朋友 很好那好朋友 他就跟我说 你看他 虽然他黑啊 可是哦 他很漂亮 我讲对对对 他真的是很漂亮 他就指着我哦 哎你看看你 又黑又丑啊你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我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所以呢 如果我要比任何一个人多一些机会啊 我就要自己争取 我就会去做一些令我漂亮的东西 比如说整容啊 卫整啊 做一些运动啊 什么东西可以令我觉得漂亮的 我会先让自己变得漂亮一点 然后每一天都跟我自己说要感恩三件事 什么三件事呢 就是你一定要觉得自己很漂亮 身边的人才会认为你漂亮 因为这个是一个能量 第二就是你要感恩你是很健康 第三就是你要感恩你自己努力换来的财富 跟给家人的那种爱那种保护欲 所以呢我每天起来 几乎我都会感恩这三件事 然后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呢 你就要自己检讨一下 你是从哪里没有自信 如果是身材的话呢 你就必须检讨自己的身材 如果是皮肤呢 你就应该去检讨 如果是内涵的话呢 请去上多一点课 再加上我是每天自己骗自己的 就是我觉得我很美 其实我讲真的啊 我真的没有很美 可是我就一直骗啊 骗到骗一百次一百万吃过我 我自己也相信我自己美 人家也相信我美 所以我就变到好像给你们觉得我很有自信哦 其实也ok啦 有一点点自信这样子啦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先检讨自己 哪里不足哪里不好 你先去调整一下 然后进步一下 而不是怨天怨地怨这个怨那个 你不如怨你自己 然后改进自己 这样子不是更好吗 好啦 下一题了 如何抗老保持年轻 你的护肤品是用什么 你的lotion是用什么 来吧 看来我很多女粉丝 爱你们 现在呢我要介绍一下就是 我的护肤品 这个东西呢 我已经用了 应该就是 呃 差不多了六年了 所以保养品是这样子的 你一定要consistently的去做 去用 你不是今天涂 然后个两天不要涂 这样子的话会有效果吗 肯定是不会啦 还有就是哈 我没有很老罢了哈 所以呢 我不懂讲抗老的ok 不过就是要保持好你的心态 让你的心态开心 然后多参一点人 然后多去外面看一点世界 然后你的心态就会好很多 ok来我们back to我们的skincare 首先呢 我要介绍这个真的是 非常无敌超级好用 我用了六年没有换过 然后也没有敏感 这个就是 LAME这个牌子 所以我是用soft cream的 这个呢是给你滋润啦 然后它的滋润到哦 真的是很好用 但我的毛孔啊 几乎都是零毛孔看不到 至于呢 我的toner也是用LAME的 我不可以讲用神奇来形容啊 可是就是很舒服哦用哦 我也不会敏感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抗眼啊什么都非常好用 还有就是这个牌子的 呃也是用LAME 几乎我的整个脸都是用LAME的 可是是很轻松的几个step罢了 然后这个是让它变得比较容易倒入 你的next step的那个 呃这个 soft cream的东西 然后还有眼霜就是这个咯 女孩子一定要用眼霜也是LAME的 ok 至于body lotion呢 这个我几乎是用了10年 这个是真的 我的body lotion呢 都是用locitane这两个 怎样用呢 这个是5% 这个是15% 这个你涂了啊 它又会太干了哦 然后这个你涂了啊 它又会太粘了哦 所以通常我都只会是这样子 ok 然后 再缠这一个 这样子 跟它混在一起 这样子来涂 就可以哦 它又不粘 它又不会太干 然后是非常滋润的 总之就是 呃抱过我啊 不小心摸过我啊 的男人女人啊 他们都会想 这个皮不这样滑的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涂lotion 我一天肌肉涂两到三轮lotion 而且我是从颈向涂到脚趾 我没有一部分我是会放过 就是一直涂一只涂 所以我的皮肤 几乎是 你看我黑黑这样啊 可是你一摸到啊 你会完全吓死 因为真的很滑 所以我们也很喜欢自己摸自己 这样就下一题啦 因为我觉得人家太啰嗦了 这一题我也是会选关于 小女生问的问题啊 ok 我觉得 呃在youtube我就比较 share多一点 关于保养的东西啦 因为毕竟我自己也蛮爱保养的 姐姐 你用的new bra是什么牌子 before我要介绍我的new bra 我一定要介绍这个代孕公司 因为我的new bra都是从淘宝订回来的 你们不用买什么鬼大牌子 几百块的new bra的 你们呢 只需要在那个淘宝那边买 等下我发那个淘宝的link给你们 然后你们可以在那边order 可是你们一定要用这个代孕公司 因为它的效率真的是很快很快 而且啊 它这一家公司呢 都是可以拆掉那些快递的包装 so that 你可以省下多余的那种盒子的重量啊 还有它的size 这一家公司的名字呢 叫做东拼西抽 我跟你说 真的我是第一次用它 用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你们担心说就是 哎呦它拆掉我的那个包裹 这样我里面的东西会不会不见 不会 因为啊你可以要求 他们收你那个照片 就是拆掉包裹的照片 还有就是称重的那个重量的图片 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一一经历过 然后我所谓了很多家 这一家真是做到很称职 他们都会在出货之前 先确保所有的物品都没有坏掉 还有就是全部的数量啊 数额是对的正确的 他们才会去出货 他们不是只是帮你寄new bra罢了啦 其实他们呢 也是可以帮你寄食品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 呃一些敏感货啦 比如说啊 跳电子啊 因为我是很愿意try 这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电子产品啊 他们全部都有做 所以你们可以安心的使用 这发我用了半年多啊 这完全是没什么问题的哦 OK啦 不要这样啰嗦 这样现在我就要来开箱给你们看 我订了50p new bra 不要听错啊 这50p new bra是给我自己用的 我没有拿来卖的 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 这家待遇公司 它送到的给我的货物 到底是长怎样的 哇中包 OMG OK这个就是我刚刚拿到的 new bra 从淘宝那边订回来的 现在就开给你们看 那个包裹是长怎样的 50p new bra 夸张吗 可以穿一年 no 半年吧 还遇到多衣服哦 这些都是衣服啦 我买了几乎都是打Golf用的 虽然我打Golf是差难道 好像买了100件这样 不确定啦 OK 哦还有拖鞋 然后还有买了很多 就是有的没的 就是 哎呀 几乎都忘记了的啦 看 看到了我的new bra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不会数到50个啦 but then 我是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很夸张的多 都是new bra 都是new bra 因为我觉得我new bra 可能穿三四次 我都不会再穿啦 呃 所以 就这么多 本来我没有卖new bra 就是超级无敌好 这个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们用东拼西臭的这一家 待遇公司呢 你们可以省很多钱 因为他真的是 你们看到吗 他真的是把我的所有东西 拆拆拆拆拆拆 然后就全部放在一个箱子 然后就寄来给我 也省了我很多 拆包裹的时间 然后也省了很多重量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我觉得 所以呢 现在我来教你们一下 他的程序应该要怎样用 OK 这个step 1是要讲座呢 其实 你在微信里面啦 就可以找到这个小程序 或者是 你scan我这个code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了 我这个QRcode呢 可以获得另外的 10%Discount哦 step 2的话呢 你就在那个小程序那边 按获取仓库地址 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仓库的地址 copy at payside淘宝的 那个送货地址那一边 之后你就可以回到去 东拼西臭小程序那里 你就按添加国内单号 我的建议是你们可以 mention 说是什么样的物品 是什么样大概的价格 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step 3的话呢 就是你按提交操作订单 然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们要注意的 就是你的货物是不是敏感路线啊 然后你是要用空运 还是海运 还是你是很urgent的 你就按空运urgent的 然后如果你是没有很urgent的 你可以按普通空运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钱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拆包还是不拆包 拆包呢 就像我的这样子 不拆包呢 就是一大堆包裹这样 看你自己吧 我会建议你选择拆包 因为呢 可以帮你省了很多重量的钱 到step 4了 step 4就是 肯定是在你付钱先啦 你就按那个带支付订单 它是有两个选择 通常我都会选online banking啊 but then你要用淘宝支付也ok 完全没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你可以联络他们的小客服 因为他们的客服超级无敌 nice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 你不要自己静静的去解决 去问他们应该要怎样做就ok了 最后呢 要做么呢 就是等你的货到就ok了咯 我的货啦 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到了 所以这个小程序 我是非常推荐你们去用的 想问手表投资了多少钱 还有一些是问 你的手表是AA的吗 是正品吗 excuse me 如果我是要投资手表 等下我投资在AA手表 还是假的手表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肯定是原装赠品了吗 不然的话 我们就要投资了 AA的话你觉得它会有它的价值吗 所以呢 关于手表投资了多少钱的话呢 我大概可以讲是几乎 我有四个手表 然后大概总价值是加起来应该有 差不多百多万 然后我有收集什么样的手表呢 差不多两百千 马币 所以 OK啦 不用紧啦 反正我也很喜欢它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PP 这一个女生表 这个是我的第一例手表 它的价值是差不多百多千马币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也是很喜欢戴啦 因为我的手的size就是 我的手比较小 所以戴起来就会很适合 这样子上我很喜欢穿这种casual wear 所以我戴这个手表几乎是很matching的那一种 所以我就很喜欢戴这个手表出去 所以这个手表呢 actually我是没有打算要卖掉的啦 然后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PP 价值是差不多三百多千马币 然后是拿去贴膜啦 上次给我不小心勾到 就是整个贴膜跑出来了 所以现在就拿去弄哦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最近买的 这个是全新的 我自己没有戴过的 我只是来收着 因为我觉得就是 诶 感觉上很有potential是会什么这样啦 就是我自己 自己个人观念会觉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呢 就是rolex的冰蓝 这个是最贵 它曾经的价值呢 是可以去到 几乎是90万到百万马币 曾经啊 因为现在没有啦 现在我买这个差不多是 六百多千马币 所以我就收住咯 因为这个我不戴嘛 我要保着 就是它全新的那个状态 所以手表我有些是拿来戴 有些都是拿来投资 这样子 所以就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啦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要买AA 因为我看中了手表 不是因为我要show off还是什么 是因为我看中的是它的价值 所以如果我买AA 其实是没有point的 所以咯 我的手表都是正品 OK 下一题呢 就是 浴槿是怎么回事 什么浴槿 胸部的浴槿啊 肯定是跌倒的啦 这样明显 很明显我在讲片话啦 是不是 诶 你自己知道就好啦 你知道我知道 上面知道下面知道 左边知道右边知道就好了啦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呃我不知道不知道 OK next一题 有一个很deep的问题 当下 你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 actually 我最渴望的东西 其实算是 安稳 那我的安稳呢 不是说 你现在都有赚钱啦 然后又 很多人喜欢你啦 然后又 过着比较好的生活啦 其实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焦虑的 我要的安稳 actually就是 健康 财富 都是共存的 然后如何 创造出passive income 就是可以cover我的monthly expenses 这个是一门非常deep的学问 所以呢 我一直来都在找着这样的感觉 就是财富哦 我要的财富是 可以让我以后就是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这样子 不喜欢做的东西 我就 no 拒绝 不要 我就可以任性的去过一辈子这样 其实我是蛮渴望这样子的啦 可是我知道就是这样任性又舒服的生活啦 是要很拼很拼啊 所以我现在就很焦虑哦 可是没有问题啦 我相信 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要怎么让你动心呢 baby 你什么时候才要有男朋友呢 你什么时候才要结婚 ok 首先呢 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结婚 我这一辈子啊 只有一任男朋友让我觉得我会想要嫁给他 可是到最后我发现 真的是当你期望过高的时候呢 你会hurt到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你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你会懂 你会很lost整个人 所以我不想再受这样子的伤害 所以呢 你问我怎样的人才会让我心动啊 你会问我要不要结婚啊 你问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 我只想要跟你讲 我现在真的很享受我的单身的生活 因为我有一帮非常好的伙伴 非常好的助理们 非常好的朋友 也有很多疼我的人 我很感恩这一切 所以我暂时性是没有想过要有男朋友还是什么的 更加不用讲结婚 更加不要讲什么生孩子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 怎样可以让我心动 我呢 会默奥崇拜 就是我崇拜你 然后我才会慢慢的去爱上你 可能说你是办事能力 就是很有毅力的人 或者是你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或者是一些我非常欣赏的那一派 就比较有独特性的 比较内涵性的 而不是说你的外边有多帅啊 然后你有机高啊 你有机会唱歌啊什么 可能这类型的我就不会心动啊 我就会看着你 我就嗯嗯嗯好厉害好厉害 这样子包 包可能会默奥就是智慧 如何理财 这些东西因为它可以改到我 所以我就会很感恩 我感恩我会崇拜 然后我才会爱上这样的人 所以几乎算是智慧居多 然后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就是觉得会心动啊 暂时性是这样子啊 ok啦 太奇怪了这问题 前面我是问我的感情观啊什么 我对爱情是极度失望的人呢 我怎么可能会有什么专业的爱情观呢是不是 ok有很多人有问我啊 我有机会被你包养吗 甚至是有很多就是讲我是富婆啊 或者有很多人讲就是你可以带我去喝酒啊 你可以带我去旅行啊什么 其实有些东西我想讲的就是我不是富婆 我自己也是很努力的去赚钱去争取 我觉得可以带给我财富的东西 当然我在后面失败的东西是非常多 比如说我投资这一个我亏了200钱 难道我跟你们酷吗 200钱贵了耶什么 不是的 而是我会去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怎样去放下这些东西 因为我相信我的能力不单只是赚200钱的能力 所以呢我会不喜欢那些人就是跟我讲 你即时要带我去喝酒 你即时要带我去旅行 你即时要保养我 bro你是谁 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是谁吗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觉得要带你去喝酒 要带你去旅行 然后就是要保养你 你凭什么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本身会很不喜欢 如果我跟你有互动 but then你突然间跟我讲 你即时要带我去夜店哦 你即时要带我去喝酒哦 我是坦白 可是我是可以anytime去那边认识别的男孩子 我为什么还要带你 我还要去养着你 还要去给你钱啊 我现在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吗 我完全不是你知道吗 我自己日子认我的条件真的是挺优秀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盗贴 要去带你 一直带你 带你 带你 你明白吗 所以我一看到人家讲带你的东西 我就极度的不爽 然后我就永远 不会再回复这个人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的怪癖啊 可以让你们take note一下啦 如果是你们对我有兴趣的话 哈哈哈 ok 然后呢 我选多一两题啊 就什么了哈 因为我觉得我太老说讲太多话了 人生中你觉得哪一个男生你觉得他最疼爱你 除了父亲 ok 我有曾经有出现过在我生命里 他呢 是可以疼我到什么境界 疼我到他眼里只有我 而且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 就他眼睛只有你的 每一个人都看得出他是超级无敌疼我 他就是眼里有我啊 然后一个对于我来讲 所谓的疼是什么 就是他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 他愿意花心思在你身上 他愿意花金钱在你身上 他愿意聆听你讲话 所以这几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他愿意教育你 他愿意教你他会的东西 然后他愿意对你很有耐心 我为什么会这么多要求呢 然后你觉得我八倍是不是 可是我也很老实跟你讲 我对我的另外一半啊 如果我真的是爱我啊 我也是很愿意花在他身上 我也是很愿意去听他讲话 我很愿意去跟他学习 我很愿意去对他好 给他100%我的爱 因为我是一个讲到做到的人 我会之所以有这样子的要求 我也觉得就是 我的另外一半必须也要这样对我啊 不然的话 我这样对你什么好 等于你对我很不好 等于我觉得外面世界 更多的男人是愿意等着我对你好 我为什么要受你的委屈 所以在感情里面呢 我已经promise过我自己 绝对不可以受委屈 一点点都不可以 因为我是有那个底气去疼我自己 我是有那个底气去对我自己好 为什么我要找另外一个人 来弄到我自己难受呢 所以呢 这个 呃 我曾经就是有遇到一个男生 他真的是 冲我冲到 坏掉的那一种 我很感恩这个男生出现在我生命里 OK 最后一题呢 就是他们问我说 想要看我最新的纹身 然后问我 为什么会突然间去纹身 所以呢 我就给看一下了我的纹身 这个是三个 三个是我最近新做的纹身 其实我还有做一些其他纹身 在这里 在这里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很多疤痕 所以呢 我有很多疤痕 就一直laser 也好像无止境的 一直laser 我觉得有点太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就去闻了第一个纹身 第一个纹身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很美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走去闻了第二个遮我的疤痕在这边了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遮我的疤痕在这边了 这样我不方便show给你们看啦 过后呢 最后呢 我才闻这个三个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漂亮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蝴蝶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关于纹身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是最近才喜欢 而且是疯狂的喜欢 疾患到就是 我觉得我会想要下个月 这样子 或者是多一两个月 我要飞去台湾去做那个纹身 做完那个纹身过后 我可能要飞韩国去做另外一个纹身 其实你们看这个蝴蝶 其实是还没做好了 它有其他的线条啊 这些东西 我还没有时间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纹身啦 然后为什么我会做纹身 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突然间自己想要去做 我觉得很漂亮 然后也很有 不要讲纪念啦 可是就是很美 就是每一早起来 就会看到 我的蝴蝶很美啊 什么这样子 我就会很开心 我心情就会很好 这样子我就是promise我自己 我一定要任性的过日子 那么我就只能 这边一边拼命的赚钱 另外一边 我也要继续的守着 任性的这个性格 然后就好好的过日子 开开心心的 过一辈子这样子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也是一样 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好好的努力 然后如果就是被人家欺负呢 你们要勇敢的站出来 要学会保护自己 当你自强的时候呢 你才会有能力去保护你身边的人 这个永远都是我的宗旨来的 所以 谢谢大家 浪费这么多时间 来看我的Q&A 很啰嗦Q&A 然后还有一句就是 我也谢谢你们爱我 拜拜